据台开的是死刑存废的争议持续延烧 人权团体今天到监察院抗议 认为法务部长曾永夫下令枪决六个死刑犯是非法杀人 他们也不满监察院长王建轩 对外公开表示支持死刑 不过王建轩是出面回应 无谋永夫杀人 无脑胜利案战 大声几呼口号 痛批政客无耻 台湾人权团体来到监察院 要求院长王建轩调查法务部长曾永夫下令执行死刑 是否涉及非法杀人 而王建轩近来在广播节目中大力支持执行死刑 还说要给马政府按赞 一连串争议发言也让人权团体相当不满 一方面是要请监察院来调查曾永夫的非法杀人的情况 一方面我们也要严正的抗议王建轩院长 对于这种违法杀人的情况他还按赞 根据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项规定 受死刑宣告者又请求赦免或减刑之权 但是人权团体认为曾永夫无视六名死刑受刑人 所提出的赦免要求擅自开枪执行死刑 身为监察院长的王建轩 完全没有尽量监督职责 明显失职 更痛批他 不懂法律 这个是一个国内法 不是一个国际干预跟国际潮流的问题 我们的王建轩院长竟然认为说这是国际潮流 今天作为一个律师最不能忍受的是 贵委五院院长之一竟然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法律 台湾死刑存废争议不断 有人认为废死是国际趋势 但民意却迎面倒认为 执行死刑才可以伸张正义 有点tv 宋文千叶淑文台北报道